大家好,我是卡若玲 今天要来测试这新的Scan Cut 是不是真的可以顺利的切割布织布呢? 首先我们需要先将衬垫的黑框周围都遮蔽 然后喷上喷胶后要粘贴撑布板 记得喷胶时要到户外哦 撑布板与紫色衬垫放在一起 拿出其中的一片 亮面朝下粘贴 其实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并没有喷胶 但因为我发现衬垫实在不太粘 它很容易就跟你要切割的布基布物件一起被带上来 所以在示范的时候我就改下面都喷上喷胶 这张衬垫我并不是拿新的哦 我是先使用衬垫一阵子之后 想要把它淘汰 就把它拿过来贴上这个撑布板 那撑布板呢它贴上去比较不易撕下来 所以不建议拿那种完整好的秤垫去使用 就是会觉得有点浪费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常使用割布料 不织布等这些异材质的东西 其实你拿新的来贴也没关系 因为毕竟是你常用的一些手作材料 压紧粘贴好之后将离形纸撕下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怎样是有粘上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粘上它就是有胶的声音 那我们准备来切割吧 首先一样先开机 其实我要割布织布以前 因为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所以我对能割布织布这件事情 其实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之前那几台旧款呢 我有试过 但是始终割不成 但是呢我看那个南美洲啊 国外的那些使用skine card的玩家 他们都割得很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机器的问题 那这一台机器它的好处就是 几乎它切割的判定都是自动的 我不需要去想说我要怎么设定 好那我这边使用的不织布呢 是1mm的 那我使用的不织布是偏硬的 那选好颜色之后 我们就准备来切割 记得切割以前那个离形纸要拿起来 切割完之后离形纸要再贴回去 因为趁电它贴了一张那个撑布版的胶 其实很黏 所以是怕会有沾灰尘啊 将自己需要的颜色 然后再调整一点 一样我们把档案叫出来之后 一样我们把档案叫出来之后 割纸的话一般都是保持在1 Scancut这台机器呢 它跟全球同类型的这种切割机啊 最大不同就是内建扫描 你可以很轻松的就看到你版型呢 需要落在哪一个纸张的位置 可以轻松的调整 其他品牌的机器它也是可以 但是它不是内建扫描 我印象中它都是要外接 跟你的手机啊 或电脑对接之类的 当然机器这种东西 它就是会一直更新进步 所以未来其他家会不会一起跟进 这我就不能确定 这边机器判定约割两分钟 那我这边就不做剪接 因为希望让大家看到是最真实的呈现 那刀片一样用这一支就可以了 另外一支咖啡色的刀片 它大概都是用在切割布料的时候才有使用 那布织布因为它有点厚度 那个切割布料那一支呢 它的刀片比较短 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其实它在切割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怀疑 我都觉得说它真的可以割下来嘛 因为根据就是之前的经验 就是没有割成功过 但是不一样的是 它在切割的过程中 没有起一些毛边啊 或者是有勾到一些丝什么之类的 所以应该我觉得是OK的 当然如果你经常在割这些异材质呢 它的刀片呢是耗材 所以都是需要多准备刀片在身边的 因为总是有先预备着 万一割不力的时候你又割一半 刚好可以拿起来使用 Skin Cut它自己也是一直在升级进步 那这一台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不用去想说 到底我要怎么设定 它才割得过割得透割得好 总之它自己会判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方便的点 早期的机器它也是可以切割啦 但是就是你自己要去熟悉它 然后要去理解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刀片的刻度 然后该用什么样的压力 就是你都需要自己去设定 当然就是你经常在使用呢 你就会有那个概念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它这个一共会跑三次 好像割厚度的东西它都会割三次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等有点慢呢 可以稍微往后移一点 我们再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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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撕 真的可以耶 你看整个是很顺利的撕下来 当然你需要用一点点力量 因为这个撑布贴它非常的黏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花瓣 通常我会先把那个边边先撕起来 然后再来慢慢去撕这个物件 那这些不织布的毛屑啊 它会沾黏在这个撑布板上 也都是正常的 那最后你都不需要去清零 就是这样子一直使用 使用到它不黏 然后整个撕掉再换一张撑布板 你看这边呢 我前半段的这个秤电喷胶不够的时候啊 那个机器它在切割这片叶子 它会连下面撑布板都有割到 所以导致我在撕这一块不织布啊 它下面那个撑布板会跟着带上来 所以就是我们在喷那个 秤电喷胶的时候可以喷多一点 然后粘上撑布板 让它就是你后置会比较方便 花瓣这头的那个秤电底部胶比较多 所以你看撕下花瓣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个问题 就没有那种会撕到这个撑布板 然后撑布板也没有被整个割下来带上来 撕这个也是很疗愈 就是还蛮有趣的啦 然后以后如果大家常在做那个布书的话 就很方便 你就不用自己剪得很辛苦 我们把这些物件都撕下来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准备做一朵花 但是它也不要帮自己来这 dos 还站上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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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们继续化 channels 可以双的 那么运动 那這個花心的部分呢是要剪一片長方形 因為它算是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讓機器幫我割 我直接用剪刀剪就好了 剪下來之後呢是對折黏貼 這邊的膠 布置布的膠我都是使用熱熔膠 熱熔膠呢它是方便快速黏貼 其他的膠黏在布置布上可能比較容易就是 無法黏得好或者是被扯下來之類 那我第一次在玩這個布置布的勞作 還真的是挺有趣的啦 其實概念跟做紙差不多 就是換一個材質 那質感就是整個很不一樣 覺得很有趣 有這種方便的機器呢 我之後就是再多示範一些不一樣造型的這種切割異材質的小東西來給大家看 對折後 要剪的地方是這個對折的這一頭 然後都約剪0.5公分的寬 大概就可以了 不用用池量 那下面就是保留約1公分不要剪到 就是不要整個都剪斷 底部這邊上熱溶膠然後把它捲緊捲起來 底部這邊上熱溶膠然後把它捲緊捲起來 速度沒有這麼快你可以分段的上膠 然後捲去不夠膠之後再補膠就可以了 你看花心很美吧 然後如果你覺得那個布織布它有些地方沒黏到啊 你都是要補熱溶膠把它黏貼好哦 然後花瓣呢我們就是從小的花瓣開始黏貼在下方上點熱溶膠之後就是黏到花心的周圍 每一片跟每一片都稍微交疊一些 嗯一圈是貼5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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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一片跟前面第一片交叠 那你就会看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这种螺旋状 外层大片也是贴五片 方法都一样 这边的这种螺旋状 1分钟 真的觉得很好看 就是这个布织布 因为它有点厚度 所以这花瓣呢 它也呈现一点厚度感 贴起来就觉得好立体哦 然后我们将花托 还有叶子贴上就完成了 那看你要装饰在哪里 都可以 今天的分享教学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个赞 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咱们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